宋世宁 老杜 你是谁 我是周晓燕 你的老婆啊 咱们今天不是 约在这儿见面吗 她就是霍宗老婆 你跟我印象中 怎么不一样 可能是做了一点小英美 你就是那个小三啊 等着我跟我老公离婚好上位啊 周晓燕 周晓燕 让嘴巴放干净点 我们是假结婚 今天是我们第二次见面 我跟你没有这么个感情 你误会了 我和霍总只是员工和上司的关系 今天只是碰巧露宾 那就请你滚远一点 我看着暗夜 我还有事 你们先了解 师娘 不准去 她的言行 跟手机里聊到的完全不一样 你跟手机里的那个人完全不一样 你到底是不是郑晓燕 这个就是我身份证 人嘛 总是善变的 更何况是你人 来你 速战速决 对不起 对不起 怎么挂了 失约好了十点 要出什么事了 怎么了 你把我手机弄坏 手机不坏 你又怎么会认错人啊 一个手机而已 你又不是买不起 走吧 去吃饭 我要先去修手机 多想能修好 一个小时吧 修好了给你拿过来 好 我在里面抱歉 好的 我不希望这个手机能修好 你懂我意思吧 神经啊 对不起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请稍后再拨 sorry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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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你的离婚信 签了吧 到今天为止 我们为期一年的假结婚 拜拜 我不理 怎么了这是 爷爷 吵架了 没有 爷爷 您来了 我是周晓燕 是您的孙媳妇 好好好 漂亮 大方 就是臭小子 一直不让我见你 爷爷 我第一次见您 觉得您好有气质啊 我说呢 雨萱这么帅是像谁 原来是像您啊 那是 那是 这小子 一直是我从小把他带大的 小燕啊 来 这三百万 是爷爷给你的见面红包 拿着 谢谢爷爷 臭小子干什么啊 这是给你媳妇的 爷爷 他不是你一孙媳妇 我要和他离婚 爷爷 不想离婚 感情嘛 是可以培养的 放心 啊 爷爷不会让你们离婚的啊 啊 爷爷 她就是一个见钱眼开的女人 你也是不知道 她刚才跟我要多少赔偿 一个亿 什么 没有爷爷 不是的 我就是不想离婚 撒谎 别吵了 这是我做主 你们两个 不准离婚 你手机消了吗 手机怎么了 刚才摔坏了 糟了 我怎么把这查给完了 他不是在这儿吗 难道 他是假冒的 妈妈 那 我 我 你 你 没 我 你 我 一点